这虽然激光枪在手中 可是在马龙心里头 没有半点踏实感觉 此时的他 就感觉在面对一只 从地狱深处爬出来的恶魔 一只真正的恶魔 保护出伤 八名护卫此时 也发现这气氛不对 一声呼喊 齐刷刷的挡在马龙面前 围手俩人呢 直接是左右一起攻处 全带风雷之声 攻向红德力 这事还管什么其他 保护主人要紧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马龙的护卫呢 就算在下 毕竟也就只能算是 行星级的巅峰 面对如今已经开启二档 完完全全裁剑 恒星级的红德力 这实实在在 也只有是挨揍的份 这砰砰砰砰砰 一一连串的砰砰声响起 只不过一瞬之间 那八名护卫被红德力 彻底鸿飞了 躺地上动也不动 高等归族 很厉害是吗 红德力是最终 站在马龙的面前 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马龙 轻声说道 极所不欲 无视于人 我活到现在 真正动手杀过的人 只有一个 而如今你是 第二个 眼看着红德力 满是煞气 这马龙是愣了 那名星系贵族 也愣了 江天学也是愣了 他紧紧的握住拳头 拼了命的叫道 大力 不能动手 不然后果严重的 马龙可是 迪姆星宇高等贵族 如果真把他杀了 那样的后果 红德力是不清楚 但是江天学 可是无比的清楚 一想到 击杀高等贵族的后果 江天学便是不汉而立 对 你不能动手 你不能动手 那名星系贵族 也是吓的 眼睛都红了 拼了命的阻拦道 你不能对高等贵族 动手 你绝对是不能 对高等贵族 动手 绝对不能 你 你 你这见面 居然是敢打死我的护卫 还要对我出手 你知不知道 要是没有我们高等贵族 全星域的人 就还 马龙是扯着嗓子尖叫的 可是他说到这 直接是被双目血红的红德力 给打断了 杀你 你有意见吗 红德力是缓缓的握紧了拳头 发出一声 渗人的喀巴声 之后 对着马龙的头 拧腰 发力 狠狠的一拳轰着出去 这所谓腰部 是人体发力之源 红德力是一转有声 这玄机力道 配合着集中全身力气的一击 唰 就这力道 之大 超乎想象 以他如今的二挡状态 此时便是一座山 怕是都能一拳轰穿 更何况 每天酒色才气的这位 迪姆星与高等贵族 马龙大人的脑袋 百分百的力道 没有浪费一份轰一声 肉眼可见的一道冲击波 扩散而出 皮肉与碎骨同肺 这鲜血 共脑江一色 马龙大人是被 红德力这一拳 整个脑袋都彻底爆炸掉了 整个过程说起来缓慢 但是 其实从红德力 站在马龙面前 到最后出手轰沙 全部过程加起来 不过是五秒不到 甚至 就连给众人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一拳 把迪姆星与高等贵族 马龙的脑袋彻底轰爆了 这一下 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了 掉这星系贵族 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浑身都是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颠狂着说道 你是个疯赞 你居然杀了高等贵族 这下完了 完了 全完了 马龙大人死了 他这位跟在马龙身边的 自然也不能避免 结果 他甚至连反应都没来得及 忽然一把长剑 直接洞穿了他的身体 那个位置 正好是他心脏的位置 所有的人 速度清晒 拜 江千雪是一剑杀的那个 刑系贵族 之后是急声说道 拜赛上所有人 全部杀掉 一个不能放走 他说着 哪边冲向那几名 之前被洪德里 洪飞的护卫处 洪德里的性格 他太清楚 轻易不会下死手 所以说 这几个护卫 不说全活着吧 有没死的 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 无论如何 现在也不能给他们 传讯的机会 现在众人知道 这事情大调了 哪敢犹豫 在场几名狗嘴的 急忙冲出去 一下子 一个 八名护卫全部解决 这时候江千雪 才终于是喘了一口气 而另一边 洪德里 站在宗业垒的面前 陈生说道 之前你来找 我懒得理你 没想到你居然 如此下作 都要说到这 连解释的机会 都不给宗业垒 直接一转 宗业垒的脑袋 直接是轰爆了 洪德里轻易不升级 不过他一旦升级 那后果极其严重 他表面上看 是 平时没心没肺的 不过不是缺心眼 马龙这么快 就来找来自己 身边还跟着 这个宗业垒 不用问 肯定是他通风的风 报的信 这样的人 自然是绝对不能留着 还有你 杀掉宗业垒 洪德里是转刀 看向场内最后一人 那名女性的 黑色级外围贵族 其实本来洪德里 也是打算 把他一起杀了的 不过 他看到一样东西之后 忽然改变了主意 你不是他们的人 他们抓了你 洪德里是看着 叶华云手腕 挡的撂铐 是 眼前这人居然敢杀 高等贵族 一瞬间 叶华云脑子里 哪是转过了 无数个念头 不过最后 他选择了最简单 也是最直接的路 我是被马龙抢来的 他杀了我的未婚夫 简单一句话 便已经是交代上 所有人都明白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马龙很豪色 明白 他看上了眼前这名 黑色级外围贵族女人的容貌 杀了他的未婚夫 把他抢抢了过来 那么现在 如何处理这个女人 就有些为难了 你有什么打算 此时洪德里 已经是没有了 之前的嬉皮笑脸 因为他清楚 现在哪怕他做出一个 错误的决定 就可能导致 所有的人全灭 我也不想活了 马龙一死 叶华云是满脸的哀伤 喃喃的说道 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目标 臭人死了 耀国也死了 我还能去哪 马龙在他面前死亡 他就算不是同谋 不过也同样 难逃一死 现在的他 宇宙虽大 却已经没有了 他的容身之所 那跟着我吧 洪德里是最后想了想 我后续可以给你 报仇的力量 好 叶华云再没说 一句多余的废话 直接点头拉一 后续了 宁卫姐怎么样了 解决完所有的人 把洪德里是急急忙忙的 冲过去 抱起理念为急声说道 宁卫姐 你现在还好吗 快 快说话呀 他这边问 边拼了命的掏豆 搞了半天 这才想起来 东西都在手镯里 赶紧是拿出了一颗大力豆 拼了命的 往李念为嘴里的塞 宁卫姐 快把这个吃下去 或许会有用 好在 洪德里是没着急太久 大约也就是半分钟左右吧 李念为 终于是咳嗽下来 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看着洪德里 虚弱的说道 射手 还好 只是 受了一些伤 还死不了 原来 多亏了江千雪刚才的呼叫 李念为总算是做了点准备 这下 没打在要害上面 不然他的下场 怕是跟之前被 马龙杀掉的海洛伊斯一样 不过尽管是这样 李念为的右侧锁骨处 也是被激光射穿 这伤势极为严重 念为姐 没事就好 洪德里是嘴一扁 这眼泪哗哗哗的往下躺啊 哪有泪不轻弹 之前的事 确实是把洪德里吓坏了 你说他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 眼看着李念为差点死掉 这换谁都受不了 更何况 把身边的人看得比自己命 还重要的洪德里 社主没事的 李念为是把头埋进洪德里怀里头 轻声叹了一口气说道 就是刚才我以为我要死了 我舍不得离开少主 你不会离开我的 永远都不会 洪德里是狠狠抽了抽鼻子 放心吧 谁敢叫你受伤 老子要他好看 兔子起来还要人呢 什么高等贵族 真以为老子不敢杀呀 来多少 老子干翻多少 不然老子的名字倒过来写 这一次真是把洪德里逼急了 他平时大大咧咧的 但是那是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活得很好 可这如今不一样了 念为姐受伤了 就这一点 就足够那些该死的高等贵族 死伤一百遍 大咧 你别废话了 唐沐昕是从洪德里手里的 一把想过大力豆 先为李念为吃了两个 之后赶紧是叫来领小一 小一姐 念为姐受伤了 你先抬她回熊妈的山洞里面 除非我们主动去找你们 否则的话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 好 林小一也知道 事情紧急 今天洪德里击杀了高等贵族 那这后果的严重程度 用屁股也能想得出来 当即是一咬牙 等李念为吃了大力豆之后 背起他便走 很快 所有的人听到这边的动静 全部都走了回来 江千雪是指挥着众人 把马龙等人的尸体 整理到一起 放好 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坐成一圈 听江千雪说 接下来要做的事 大力 你杀了这个高等贵族 后果非常严重 江千雪是沉生说的 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这就给你讲讲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事 第一 马龙等人的尸体 我们必须要躲颤处理 我的意见是 你来叫只大鲜的鸟 把这几个人的尸体运走 越远越好 他们都死了 总不想要发现 他们死亡的事实 大约需要几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 足够我们搬运尸体的 毕竟 咱们无论如何 也不能叫他们 直接知道 是你下的手 这点没问题 红的那平时 虽然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的 但是 这种关键时刻 还是很正经的 江千雪是继续说的 第二点 马龙见识 能够轻易的 找到我们的位置 自然是使用了 他们迪姆星语 特有的技术 这技术具体如何 我并不清楚 不过 按照隐约 透露出来的信息 大体应该是通过 我们的风衣 来追踪我们的 所以说 从现在开始 代表身份的这些风衣 我们这些主力人员 暂时就不能再穿了 他说着 就把代表 银河贵族的风衣脱掉 随手扔在地上 其他人 也纷纷效仿 也就是说 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的身份 再次变成了平民 第三点 我们现在 绝对是不能离开 这个星球 江千雪继续说第三点 一旦我们离开这个星球 高等贵族失去目标的位置 那么他们将会直接对我们 银河系所有的星球出手 任何有生命的星球 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而如果我们在这里 有清联尊者在这 高等贵族 不会太过分 他们将会派出地面部队 来抓捕我们 而这 才是我们生存下去的 唯一机会 哦对了 第四点 他们派出地面部队之后 在抓捕到我们之前 他们 不会对我们银河系的其他人 做什么太过分的事 至少也有一个串圈的余地 这么一来 我们才可以安排其他事情 就比方说你的后方 他的这第三点和第四点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离开仙灵星 毕竟 就算高等贵族 再如何的强势 清联尊者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那就意味着 他们不会使用尖星炮 从宇宙中直接轰炸仙灵星 而是会派地面部队 抓捕洪德里 如果只是地面部队 以洪德里如今的势力 或许还有一拼 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 洪德里在银河联盟中的产业 新地球的坐标等等 那些后顾之友 才能从容撤退 不然 洪德里这边逃亡 那边新地球和爸妈等人 全部被杀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洪德里也知道 江浅雪是为自己好 当地是点头搭友 好 击杀高等贵族的后果 很严重 所以这次所有的人 全部都行动起来 先把地面上的鲜血 全部清理干净 之后 洪德里是找到一只 待在附近的雷欧 这雷欧身长 足有15米 两翼展开 更是有40多米长 有它 把马龙等人的尸体 全部运走 再合适不过 而那架飞船处理起来 那就简单多了 直接是 李维斯使用重力的压力 把这飞船彻底的 夹成了一个小球 然后 沉到湖底 一切痕迹就毁灭的 干干净净净 熊妈所在的山洞之后 等把马龙等人的尸体 运走之后 洪德里等人 全部是回到这 代理 接下来 迪姆星与高等贵族 肯定会排出他们 会下的最高干部 每一个 都是恒星级 一共13人 这13个干部 是专门负责捉拿 赶队高等贵族 动手的人 江千雪是陈生说的 不过 我们现在有一个 最大的优势 那么就是在这个星球 我们可以跟他们硬碰硬 而且不用担心 他们直接把这星球炸掉 他说的没错 这也就是他们 最大的优势 不用怕高等贵族 直接炸掉星球 这么一来 无论是走 是战 总比在宇宙之中 直接面对 迪姆星与的 巨型恒星截 木剑 那要轻松的多 然后等到后方 稳定住之后 那就是走 还是如何 那就好办多了 行 洪德里是狠狠一拍大胆 那咱们就好好干上一场 之后 他开始安排人员 那个从现在开始 我们这么多人 全部分头行动 这一次 跟洪德里来这边的 一共是有19人 包括洪德里 唐木新 李年卫 江千雪 九大高腿 以及李卫斯 克里斯蒂娜和血妖 三名杀手 另外 还有林初音 陆西法和重组女王张仪 这三名圣碑成员 现在应该算是 这个新收来的 黑色级外卫贵族 叶华云 那么刚刚好是20人整 你看千雪 洪德里是看着江千雪 这事是我惹下的 要不你就回银河贵族吧 你银河星系去 我不想拖累你 这个熟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 江千雪是摇了摇头 笑道 马龙已经死了 我在你身边也算是同伴 跑是肯定跑不掉的 就算是不把我当同伴 我们都是银河出身 也是一样 还是一起想办法 或许还能有一些生计吧 他说到这 深深的看着洪德里的眼睛 喂 这个时候了 你还拿我当外人吗 他当时也在场 洪德里扇了马龙 江千雪自然也免不掉干系 好吧 洪德里是想了想 随后点了点头 那就这样吧 咱们一起逃亡 哎 千雪 我家那边就得看你的安排了 包带来的所有人全部送走 新地球那边坐标呢 一定要想办法抹掉 或者改动一下 总之不是不能叫他们 直接对我的母星动手 嗯 这个好办 江千雪是点头说的 我这就联系母舰那边 用全息头盔之后 跟那边联系 这边呢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帮你弄好 他想了想 忽然是拉了拉 洪德里的袖子 小事问道 大力 虫组那边 能不能请来帮忙啊 虫组 如今洪德里的身份可是不一样了 他好歹也是 虫组的星空骑士 具体如何 江千雪虽然不知道 不过 洪德里跟虫组的关系不错 还是知道的 可以就是需要时间 成为星空骑士之后 洪德里还是可以请动 虫组来帮忙的 尤其是黄金帝王谷 这大家伙 镇守新地球那边 就算狄母星宇等 高等贵族的舰队来这边 也不是说没有一拼之力 那就好 江千雪是说的 现在局势就比较明显了 重组镇守你的母星那边 咱们这边呢 就拖住那十三干部 至于说我们银河贵族 相比 高等贵族那边还不至于跟我们直接开战 所以目前的局势还不算太糟 啊 洪德里是点了点头笑道 接下来就简单了 踏着看着身边众人 分批的指挥 小姨姐 你留在这呢 照顾念威姐 等念威姐好了之后 你俩便离开 之后随便去哪 哦对了 切记啊 一定要隐藏好自己 如果说能找到魂石 那时候再回来找我们 哦对了 代表黑自己外围贵族的风衣 你不能穿着了 他们容易靠这个找到你们 其实本来这东西在这吧 就相当于是身份证 要是不穿 反而引人注意 只要是穿着这个风衣 找个地方假装修炼 还是很好隐藏身份的 可是问题在于 李念威的风衣 被这激光枪给射穿了 有这么一个伤口在 就算是傻子都能看出一些问题啊 林小姨和李念威是点了点头 本来他们俩 也是不想跟这个洪德里分开的 不过事情紧要 他俩的实力必定不高 洪德里没精力再照顾他们 所以必须要分散开 那个朋友呢 你和欣欣还有初音小姨姐 你们四个一路 洪德里是看着唐木新四人 说道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发展 如果说能够拿到魂石 强化自己的实力 再与我们会合 好 唐木新三人是点头 本来嘛 路西法也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不过他本身的实力 确实太弱 江千雪说的那13个 最高干部 可都是横行级 针对上了他 未必是有动手的机会 所以必须得离开 那什么 狗腿的们 洪德里是看向九大狗腿 李昂留下 其他人呢 每人一个方向 自己去找魂石 找到魂石 再回来运摩会合 如果说找不到 那就别回来了 免得被当成炮灰 这可不是虚拟事件 死了就是死了 没法复活了 虽然平时狗腿的们呢 负责自己的安全 不过 那不代表洪德里 愿意把他们当炮灰 以13最高干部的实力 那他们甚至 连当炮灰的资格 都没有 明白 其他几名狗腿 自然是明白这一点 纷纷点头 安排完了其他人 之后 洪德里是看醒了 杀手三人组 李维斯大哥 克里斯蒂娜姐姐 还有薛儿大哥 你们得跟我们一起走啊 不是我好害怕的 没问题 三人是哈哈一笑 点头 最后 到了叶华云这名 纯正的黑色及外围贵族 洪德里是忽然想了想 忽然说道 叶华云姐姐 如果我说 你愿意为我儿死的话 我可以叫你的实力 至少提升一倍 你愿意吗 我 叶华云 深深地看着洪德里的眼睛 想了片刻之后 蒙的是点头 哦 反正现在 也已经一无所有 我愿意 说 洪德里的系统变板上 顿时 多出来一名狗腿子 那 那人的头像 正是叶华云 这 这是 叶华云瞬间便惊呆了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 无穷的力量 正从他身体里面 向外狂拥 那种感觉 简直无了敌了 感觉还不错吧 洪德里是笑了笑 自己这狗腿的光环 确实 还是相当强力的 他是抹了抹鼻子 之后说道 你看 现在先这样 等有机会呢 我再给你强化一下 装备属性 好 小一 洪德里是看向了林小一 你的风衣呢 给叶姐姐涮 这样她的身份 就算是咱们银河系的人 她想报仇 不至于连累家人 好 林小一是当即脱下的 那黑色风衣 交给叶华云 将千雪是伸出先手来 摸了那风衣一下 上面 顿时显示出了四个大字 贵族华云 好 现在 叶华云对洪德里 再无怀疑 点头答应 直接是披上风衣 我以后 就是银河系的人了 当初自己未婚夫被杀 自己的兴希贵族 连话都不敢说上半句 甚至连求情都不敢 这样的主上 自己又有什么理由 为他效忠啊 洪德里是安排好了一切之后 江千雪 这就联络宇宙中的木舰 将上面的人 运了一个全息头盔过来 之后连接 很快 虚拟世界之中 江千雪 就出现在了 自家的灵主府之内 老爷 老爷 一名护卫 急匆匆的进了江独行的房间 小姐找你 在虚拟世界 说有急事 有急事 江独行是微微的眯起了眼睛 放下手中的烟斗 我这就去 虚拟世界 什么 听完江千雪 讲完了事情 江独行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你们这在钢岛那边啊 洪德里就把马龙大人给杀了 高等贵族啊 那可是高等贵族 就这么被杀了 他说着 着急的满头大汉 背着双手转来转去的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那个是高等贵族啊 啊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就去把洪德里那些亲友 全部都抓过来 如果找他们自首 好好说些话 赔些钱 或许 还能有点转圈的余地 不然的话 咱们银河系不知道多少人 递给他赔罪 父亲 听了江独行的话 江千雪是急到 是马龙抓我 又给他当老婆 我不愿意 他就想杀我 然后大利帮我出手 才这样的 其口你说现在 要抓好大利的家人 这 合适吗 他这理由 合情合理 马龙的好色 江独行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所以 他是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无奈的说道 这理由是说的过去 可是问题是 那可是高等贵族啊 你知不知道 击杀一名高等贵族的后果 这 老实说 江千雪还真不太清楚 毕竟 就算他是银河贵族 等先也极难见一次的高等贵族 是也 平时对于这方面 就没怎么太关心 他只知道后果严重 可是 这具体严重到什么长度 击杀高等贵族的后果 江千雪不清楚 江独行又怎么会不知道 当年曾经就发生过一件 击杀高等贵族的事件 江独行是陈胜说的 那时候 一名高等贵族惹毛了一个天才 那天才直接是把那名高等贵族杀死 之后开始逃亡 你知道 高等贵族出动了多的兵力吗 江独行是问着江千雪 不知道 六百艘恒星五阶级的母舰 高等贵族足足出动了六百艘恒星五阶的母舰 把那名天才所在的整阵星系 全部笼罩在炮火之下 同时全敌母相遇通缉 十三最高干部全部冲动 追杀那名天才 说起来 那名天才 也是连闯石垫塔这样的敌方 三十层 一次也不死的超级天才 可是那又如何 高等贵族要的是绝对的同志 天才又如何 像这样的天才 他们有很多个不听话的天才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直接抹杀 这最终的结果 是因为那名天才拒绝投降 那名天才所在的整个星系都差着被毁灭到 最后 还是那天才实在无路可走 这才主动的出现 挑战最高干部 这结局 不问可知 天才战死 所在星系赔偿三万亿的敌母币 这才总算是保住了星系贵族的种族 至于其他人 不知道死了多少 怕是两百亿不止 在高等贵族的炮火之下 一个普通的星球 真的就是几炮的事 那次事件之后 任何人谈到高等贵族 几乎全部都是弹虎色变 任何一个高等贵族 只要是一出现 便会接受到最高的待遇 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必须满足 这就是高等贵族 他们要的只是服从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 江独行使说完这事 无奈的摇撩头 而如今 洪的李娟杀了马龙大人 你说 我该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 父亲 江千雪是深深的 叹了口气 其实 以洪的李如今的实力 是由于高等贵族 硬碰硬的实力的 之前有些话我没说 不过我觉得 现在应该可以说了 什么话 江独行使周美 大力的母星地球 上次出现重足之后 最终出现的是黄金帝王谷 据说 是宇宙中最巅峰的血统之一 而大力现在 就是黄金帝王谷的 星空骑士 你说 你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之前你们去地球 实际上那边出现了 虫族最强的 黄金帝王谷 而且洪的李还成了 他的星空骑士 是 毕竟 击杀高等贵族的后果 谁能轻易承受 其实江千雪关于这方面 也是一知半解 他本来是可以不说 偷偷的 帮洪的李解决他的后方的 不过他没选择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 如果不能说通父亲和爷爷 暗中帮自己的忙 就算他再如何努力 能做到的 也非常有限 倒还不如直接把事情 一次说个明白 这混小子 江独行事狠狠地拍了拍胸脯 稳定了一下情绪 沉思了片刻 之后说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么这一次或许 还有一线生计 他是沉吟了一下 据我所知 高等贵族的13最高干部 每一个都是吉祥的 恒星级将者 如果洪的李真的是 有与他们叫板的势力 等打过之后 或许他们也只能是 无奈的收手 这口劲硬忍下来 不过那得看洪的李 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们银河贵族这边 最多也只能是暗中放水 明面上 怕是帮不上他什么忙 他这话说的没错 洪的李如果真的是拥有 与高等贵族叫板的势力 那他们也只能是忍下这口气 毕竟光脚的 不怕你穿鞋的 洪的李要是能跟13最高干部 硬碰硬 那样的实力 你还想要强杀他 那后果怕是不清啊 可这问题在于 洪的李再想 银河贵族在这件事情上面 也只能是保持中立 甚至 还得帮高等贵族 毕竟这事搞成大事 他们不能拿全银河系的人命 开玩笑 不需要你们帮他的 大力说了 他现在担心的 只是他父母那边 只要那边没有什么事 其他的 他自己可以解决 江千雪是轻声说道 这个 听了江千雪的话 江独行着实仔细的 沉吟了片刻 这个 听了江千雪的话 江独行着实的 仔细的沉吟了一下 击杀高等贵族 这样的事 绝对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说动他 站在红德里这边里 江独行真正考虑的 是如何处理接下来的事 最主要的 就是如何才能保住 江千雪的安全 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天大的事压下来 他这做父亲的得扛着 这就是父母 无论子女做出什么错事来 他们都得想办法解决 没得选择 千雪 江独行是想了好一会 之后陈生说道 这件事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红德里那边 我只能是暗中的 帮他把他的亲友转移走 我可以给他的亲友 伪造身份 可以稍微帮忙 拖延一下时间 但是你要知道 高等贵族那边 可是没那么容易糊弄 马龙死的消息 估计 已经是传到 迪姆星与总部去了 最多三天的时间 高等贵族会计的最高干部 便会抵达先灵星 去查探这事 你们那边如果瞒得好 或许 能拖个十天半个月 隐瞒得不好 七天时间到头 等到他们发现 红德里杀了马龙 那么必然会来 我们银河系询问 到那个时候 我们无论如何 也必须要全力配合 高等贵族调查 毕竟 我们不能拿我们全组 以及全银河系的人名 开玩笑 所以千雪 说到这 江独行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看着江心雪 马龙之死这件事 跟你脱不了干系 在这件事上 我也实在没什么办法 我只能说 奴隶成长 如果你们拥有 与高等贵族舰队 与十三 最高干部叫板的实力 就像是海盗王 白胡子盖特那样的实力 到了那个时候 那些高等贵族 也就拿你们 没什么办法了 江独行这话 不是随便乱说的 这白胡子盖特 身为迪姆星 与海盗三皇之一 那些高等贵族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可是他们 为什么没去抓白胡子 那就是因为 白胡子的实力 在那放着呢 你们想抓我可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以白胡子的实力 这真要是疯狂起来 他想杀那些高等贵族 那绝对是一杀一个准 尤其最叫人郁闷的是 白胡子没有家人 没人知道 他的母亲在哪 没人知道 他的亲人在哪 光棍一条狼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就是这道理 你敢逼我玩命 行 那你就得好好考虑考虑 这可能会发生的后果 我知道了 父亲 等这个江独行 把这话说完 江千雪是笑了笑 之后是一头扎进 江独行的怀里头 留着那儿 轻声说道 父亲 女儿让您操心了 傻孩子 江独行是苦笑 这父母那儿不操心孩子的 你那边多加小心吧 哦对了 江独行说到这儿 忽然眼睛是一亮 笑道 你们刚好是在现零星 那儿可是浑石的出产地 哎 你还记得 我们银河贵族手中有一块 最强的光浑石吧 我这就去跟你爷爷说 应该是没问题 一拿到 我就亲自给你送去 这段时间呢 你找个地方让我 保持联系 光浑石 银河贵族手中 这确实是有一块 最强的光浑石在 如果说江千雪 融合了这个东西 那战斗力 绝对是成几何级的上升 说到这儿 江独行是沉溺了片刻 忽然说道 哦对了 你可以这样 这一次 你就别躲藏了 直接带在青鸾尊者 山洞的洞口附近 这样 那干部要是去找你 你就说你带红的力 他们到这个星球之后 就没管他们 一切都是青鸾之事 这样他们就算怀疑你 也不会对你直接动手 最多也就是 把你监视一段时间 这其他的 我们自然会出面保你 等你融合浑石 这后面可就好办了 行 我明白 江千雪是颠线头 与此同时 新地球上面 现在因为红的力那些钱 这新地球的发展 堪称于几何技术 迅速提高 各种钢的与宇宙科技接轨的技术 都出现了 包括这什么反重力飞船的 全息投影通讯的 全天候的温度控制技术 等等等等 应有尽有 就毫不夸张的说啊 除了那些非常高端的武器技术之外 其他的技术 新地球几乎都是有了 八九不离十 神秘男子是坐在办公室里的 看着下面 这来人 报上的资料 没开眼笑 新地球开发进度提升 这个无论说从哪来说 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消息 报告 木回首是急匆匆的 说 跑进了这个神秘男子办公室 大声说道 少主 少主的气氧测试器 又出反应了 这一次 大力士怎么了 听到是洪大力的消息 神秘男子顿时站起来 急声说道 快说 这气氧测试器的指针 到了 到了 正无穷大的 栏位上面 什么 这神秘男子 直接就惊呆了 上一次运气测试器 爆掉之后 神秘男子就叫人 做了一个更先进的 这次 比较牛逼 从1到999 再往上面 那正是 正无穷的 而此时洪大力 前往先灵星的事 神秘男子已经知道 你说结果这么远的距离 洪大力的运气 都能影响到 气氧测试仪 这货到底又搞了 什么样的事情 Oh my God 宇宙星空之中 地球星域附近 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的重组 正从这地球上面出发 向着宇宙之中飞行 就这些重组里面 最显得的 是一只通体金色 体长 已经是超过 一千米的巨兽 这只巨兽的 头颅上面 生了三只独角 两只向后 一只向前 独角上面 生满了繁蜜的花纹 漂亮 而又神秘 在他的长角正前方 坐着一个小小的人员 正是刀锋女王 季子宁 与洪大力融合之后 黄金帝王骨 是在宇宙星空之中游荡 那吃了上千的小行星了 身体是每时每刻 都在生长 最终长到了如今的大小 实际上 如果时间足够 它还可以长得更大 而且这黄金帝王骨的后面 则是浩浩荡荡的 虫族七星种 这些虫族七星种 之前在进化 黄金帝王骨的时候 消耗了不少 不过 经过这段时间的 绣往生息 又繁殖出来了不少 这次 前往地球的数量 是足足了一个亿 那至于 后面那些普通的重组 那就不是说几亿 十几亿的数量 而是足足了上百亿 嗯 红的里这狠小子 全杀了高等贵族 胆子倒是不小 坐在黄金帝王骨 金脚上面的刀锋女王 这嘴角 勾勒出了一丝迷人的弧度 倒是挺敢干的 这次我是要看看 这些高等贵族 到底又能强到哪去 平时那么嚣张跋扈 我偏偏就不信这个邪 先灵星这边 江千雪联系完了 父亲江都行 之后 退出全息头盔 看着红的里 小事说道 大理 我父亲同意 帮你安排你的亲友家人了 不过 这段时间 我怕这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我父亲说 要给我送浑石来 真的 这可说是 难得的好消息了 红的里是眼睛一亮 那你拿的浑石 到时候再找我们 我叫青鸟姐呢 给你安排一信誓 好 江千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 之后 深深的看了红的里 难得的说道 大理 无论如何这一次 一定 一定要活下去啊 必须的呀 红的里是哈哈大笑 这笑的 依然是没心没肺的 我还没活够呢 大理 江千雪是忽然走上前去 一把抱着红的里 第一声说道 如果这一次我们不死 你 你会喜欢我们 必须了 你这么好的女孩 谁要是不喜欢你 那绝对是瞎了眼了 答应我 好好活下去 嗯 好 江千雪是狠狠一点头 两横清雷说 顺着眼角划过 这一次虽然大家把都做了准备了 可是这一截 到底又能不能挺过 就算红的里有黄金帝王谷 可是面对高等贵族的 宇宙舰队 也并没有太大的胜算 毕竟 黄金帝王谷 那也不是无敌的呀 当然了 说再多 那也是毫无意义 一切的一切 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则是 几乎所有的人都安排的差不多了 红的里是最后看了大家一眼 最后狠狠是一挥手 那行 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该去干什么 都去干什么 如果这一次我们不死 还是能够再团聚的话 那么咱们就狠狠的干这帮 高等贵族一顿 叫他们这么牛逼 老子要把他们揍成傻逼 对 把他们揍成傻逼 众人士齐声欢呼着 这就分头行动 很快 众人士全部离开 这儿 最后就剩下红的里 李扬 叶华云 以及杀手三人组六人 哎呀 这个心情比较大 到了这种正经时候 红的里一向为他嘻嘻哈哈外表 隐藏的智商 也终于是上线了 在这个星球上面 有青鸟姐姐坐镇 那些高等贵族 绝对是不会直接使用 尖星炮之类的武器 而且这个马龙 看样子 应该不是高等贵族中 真正的实权人物 毕竟他实力太弱 那么也就是说 嗯 到时候前来调查的人 可能会是那13名最高干部 但是 绝对是不会全部都来 马龙死了 肯定是会有某种装置 向他们的总部传讯 所以时间不会太长 我们就可能会遇到 第一批的最高干部 具体几个说不好 我个人感觉吧 应该是有三人左右 现在马龙的尸体已经被运走 那么等他们来了之后 必然是要先去找马龙的尸体 然后确定死因 再确定击杀他的人员范围 以马龙的好色这个范围 并不会太小 所以 这个期间之内 就算是我们寻找魂石的最佳时间 现在李扬和李维斯大哥 还有薛瑶大哥 有了魂石 克里斯蒂娜姐姐和叶姐姐 都还没有 所以我们的当前任务 就是先去找一颗魂石 给克里斯蒂娜姐姐 还有叶姐姐用上 嗯 等找到魂石 大家得好好熟悉一下 然后怕是要不了多久 就是以高等贵族最高干部 正面硬碰的时候了 先灵星 正在天空上飞翔的这个雷欧的爪子之中 马龙的尸体上面 叮 马龙的无头尸体 身上的胸口位置 先是轻轻的震颤了一下 之后 红光一闪 一道讯息 是迅速的传了出去 直接是传到马龙来的时候 乘坐的母舰之上 叫这宇宙星空之容 马龙来的时候乘坐的母舰之内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一名传令官疯了似的 冲进母舰的指挥中心 一进门便是大喊 马龙大人 马龙大人被杀了 什么 听到这个报告 整个母舰指挥中心之内 所有的人 全部都惊呆了 高等贵族 马龙大人居然被杀了 就这舰长 瞬间耍冷汗 湿透了全身 短暂的发呆之后 他这拼了命的叫道 快 马上联系高等贵族总部 快去 把马龙大人死亡的消息 传给他们 迪姆星宇 距离银河系 1600万年的迪姆星系之内 一颗巨型的钢铁 星球内部 这个钢铁星球呢 就是迪姆星宇 高等贵族总部 这是一个完全人工 达到出来的 巨型的机械星球 整个星球的直径 是24000公里 这星球上面 大处都是炮台 当然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它的真正恐怖之处在于 这颗纯机械的星球 如果说遇到真正的战争 可以变形为一艘超级巨型的 星际母舰 而这艘星际母舰 它的等级 比恒星际更高 星域级的母舰 星域级的母舰 就这剑身上面 可是真正搭载着 能够毁灭一个恒星系的 尖星炮的 而此时 就在这机械星球 高等贵族总部之中 整个总部 三大最豪华的小区之中 排名第一 高等贵族聚集的 龙腾小区之内 就这整个机械星球 大处都是钢铁 而唯有这三大最豪华的 小区之内 才算得上 真正是有山有水 全部人工造就 就这样的人力物力 单只想想 已经是叫人头皮发麻了 比较 这的山水 那都是依靠母舰 从宇宙中其他的星球 运到这儿的 而这高等贵族聚居的 龙腾小区 里面集聚了 整个迪姆星域 70%的高等贵族 那这全部加起来的人数 只有63200人 迪姆星域高等贵族 严格来说 并不是一个星球上所有的人 都算是高等贵族 他们只是一个族群 一个掌握了全迪姆星域 60%以上财富 以及权力的人群 龙腾小区 高等贵族下级会议室 大楼之内 这迷蒙的星光 瞬间耍 笼罩了整座会议大楼 这呼 远处 瀑布的声音传来 大楼顶部的天台上 一名穿着一身黑色 宽松练功夫的身影 盘膝静坐着 面容冰冷 呼吸匀沉 即便是闭着眼睛 都能让人感觉到 冰冷的气息 这个人就是高等贵族下族议会 17名议员之一的 马天成 马龙的叔叔 报告 报告 一名通讯兵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混账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练功的时候 严禁任何人打扰 马天成是微微的睁开了眼睛 目光冰冷的吓人 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和情的理由 那就给我去死 医院大人 马龙大人 死了 什么 我直儿死了 马天成 那宛如是严实一般冷漠的脸上 猛的是露出了惊怒之色 谁下的手 木家还不确认 马龙大人身边的护卫 也全部死亡 那通讯兵吓得 浑身都是瑟瑟发抖 没有一个活钩 只能确认地点 是在仙灵星上面 八名护卫也都死了 马天成的双眼是猛的遗憾 马龙没修炼内功 本身的实力就很弱 所以说给他配备的八名护卫 实力可都是不低 虽然都是行星五级的护卫 可是同样是行星五级 这八名护卫比起其他人 可是要强了太多了 毕竟 高等贵族身边的护卫 弱又能弱到哪去 可是现在这通讯兵 却告诉自己 这八名护卫全部死了 连条消息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给我发布通知 叫最高干部过来 马天成整个人刷 画成一道流光 速度奇快无比的 冲进了议会大楼 身为这高等贵族 下级会一员之一 马天成 是拥有直接召唤 最高干部的权利 这很快 在这议会大楼的 一间大会议室之内 下级议会的议员 已经是来了六个 众人是依次做好 其中一人便是开口说道 听说你指马龙被杀了 在新灵星上面 马天成是微微的 眯起了双眼 寒生说道 不管是谁杀他 我必然要叫他付出代价 惨重的代价 仙灵星上面 那上面全是敌目星域 所有的星系贵族 和外卫贵族都有 到底会是谁杀的 这可怎么找啊 要是在仙灵星上面 那可就难找了 那上面人太多 最关键的是 你的侍儿马龙这个人 太过好色 天知道 他是把谁给惹急了吧 弄出了这种事 他可是我侍儿 高等贵族 我们全星域的王 好色一些 有什么错了 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侍儿被杀 这事大家看着办 他说的没错 不管马龙有什么样的缺点 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被杀了 高等贵族被杀 自然是不能示弱等先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众议员是对视了眼 之后 其中一个轻轻点了点头 这既然马龙死在了 仙灵星上面 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一步 自然就是先去确定 凶手 我决定 出动三名最高干部 前往仙灵星调查 这一旦调查出结果 便出动星级舰队 前往凶手所在的星系 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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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既然在场众议员 全部同意 当即 便要传令官 前去通知目前的 最高干部 到场 很快 三名形象各异的男子 出现在议员面前 这三名男子 左手第一名 身高大约是一米九 浑身是蓝色鳞片皮肤 一双眼睛成金黄色 穿着一件金白相间的封衣 高等贵族 下属 最高干部 林阳 中间一人 身高是左右 两米五左右 这浑身的肌肉 几乎是把衣服撑爆了 一头黑色短发 更真实了 一双眼睛是隐隐的 透露着寒光 只是看起来 便叫人不寒而栗 最高干部 刚红 第三人 则是一个看上去 大约40左右年纪的 中年男子 不过在场中 人都知道 这个人 他的真实年龄 已经是快有200岁了 绝对的恒星级的枪着 最高干部 雷射 你们来了 马天成是一见到 这三名最高干部 直接便是说道 我这是马龙 在仙灵星上面被杀 高等干部被杀 这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们该是知道的 当然 保证完成任务 三名最高干部中的雷射 点了点头 微笑着说道 我知马龙比较好色 你们可以从那边的女人 方便着手 至于其他的事情 你们可以全权负责处理 我只要结果 没问题 其实想要挖出凶手 或许 并不算很难 只需要知道马龙大人 到仙灵星市区做什么 我想 至少应该是能判断个 八九不离十 那些就看你们怎么处理了 马天成是说道 其他的不多说 这事 务必办好 仙灵星上面 洪大利五人祖师离开 这熊妈煽动不久 洪大利 忽然是停了下来 招了招眉头 随后是锐有所思 受着 怎么了 李维斯是奇怪道 怎么不走了 这件事情 我总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啊 洪大利是想了想 之后说道 首先啊 马龙死了 按照高等贵族的技术 怕是应该已经知道 他死亡的消息 然后你们想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马龙为什么来这个星球 他来这个星球的目的 无论是来找我 还找念威姐 肯定会一问就问出来 我知道了 薛瑶顿时便明白了 少主的意思是说 马龙既然是能 直接找到我们 那么就代表 其他的高等贵族 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然后现在马龙死了 他来这的目的 再问出来 最关键的是 我们从他雷达上消失了 那么那些最高干部 绝对是能瞬间就猜到 是我们动的手 然后他们找不到我们之后 会有什么结果 那肯定是 直接去找银河系的麻烦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地球那边时间就不够了 红的力是猛的一咬呀 大家回去 把风衣子穿上 必须要最高干部 第一时间找的咱们 这样 有咱们信他们的注意力 地球那边时间才够 他这话说的可没错 最高干部来了 之后 先调查马龙为什么来这 肯定是会问出来 马龙来这的目的 就是寻找红的力 结果马龙到这之后 却死了 那没的说 红的力绝对就是第一怀疑目标 然后他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探查银河外围贵族和银河贵族的坐标 这结果却是 没有 这下 直接坐着红的力的凶手身份 杀人潜逃 那就没得说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去找银河区的麻烦 这银河贵族 不可能因为一个红的力导致 整个种族都灭掉吧 于是新地球那边就有大麻烦了 时间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这虽然红的力 已经是通过心灵连接的 叫黄金帝王国 带着重组 前往新地球 可是如果按照上面的推断 这时间绝对是来不及 那么现在 红的力的办法就很简单 他们六个人 用来吸引那三名最高干部的注意力 如果说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 红的力 甚至可以拼上使用星空骑士变身 把最后这三名最高干部 直接击上 这样 高等贵族再派人来 那时候 时间就来得及了 回去 把风衣全部穿上 红的力是狠狠一咬牙 直接说道 我们就当灯泡 等他们主动过来找咱们 好 众人士习生答应 当即返回 宇宙星空之中 仙灵星的附近西英域 那这空间震荡 折点 波动 最后 一辆是足有 两千多公里的恒星级星级母舰 出现在这 报告大人 传令官是跑进的指挥中心 汇报道 目前距离心灵星 还有56小时的路上 看样的运气还不错 三人中 明显这雷射是属于指挥者 他是点了点头 之后安排到 联络马龙 之前乘坐的母舰 询问一下 看他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 传令官这就离开 很快 指挥中心中央大厅的 投射出一道影像 那道影像是一件雷射三人 急忙的 鞠躬行礼 马龙下说 迪蒙斯 见过三位大人 嗯 雷射是直接问道 迪蒙斯 马龙到这仙灵星目的是什么 回答人 迪蒙斯是答道 是因为银河系那名 连闯 试炼塔三十层的超级天才的身份 被马龙大人知道了 他来这 就是想要带那名超级天才 前往迪姆星域总部的 哦 是这样 雷射是摸了摸下巴 想了一块之后 问道 是银河系对吧 我先查一下看看 作为高等贵族麾下最高干部 这雷射的权限 自然是不会比这马龙低 很快 星陵星上面就浮现出了所有的星系贵族 以及外围贵族的坐标位置 银河贵族目前的位置在 青鸾尊者所在的洞口 雷射是脸色难看 银河贵族 那放在这青鸾尊者所在的门口 看样子 他这嫌疑并不是很大 毕竟 星系贵族在这 大部分都选择在青鸾尊者的附近落脚 反正他们来这边 一般就只是送人过来 只有那些黑色级的外围贵族 才会满世界的去修炼 其他的银河外围贵族到处都有 到底是哪一只会是真正的凶手 雷射是有点郁闷了 高等贵族确实在敌目星域一手折天 如今有这个高等贵族被杀 他们确实是可以 兴师问罪 但是呢 不代表只是那个星球的成员要杀 一个星系 几千个生命星球 外围贵族的出身的往往是不同 如果只要是这个星系的就杀 那是杀不过来的 你总不能把这一整个星系都给灭了 不是 哎等等 不对呀 雷射是摸着下巴想了想 忽然说道 如果洪子里真的就是那个连床 失恋他三十层的超级天才 那么他的身份不该是黑色级贵族 而可能是外围贵族中的最高的黑白级 这么说起来 很快 他开始重新搜索 银河系 黑白级 这一次 很快便找到目标 雷射是看着仙灵星上面地图 就没说到 这个洪子里居然没藏起来 他身边现在还有五个黑色级 雷射大哥 一旁的林牙是想了想说道 会不会这个洪子里不是凶手 毕竟他只是嫌疑最大 不过杀了高等贵族还不赶紧跑路 怎么看都不像是凶手啊 目前还不好说 再怎么样 他好歹也是连闯三十塔失恋藏 一次不死的天才 这样的人才不能轻易得罪 我们现在必须要证据才行 等到了地头 先去见见清伦尊者 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再急 也不差这么点时间 好 两天的时间转瞬机过 雷射三人很快来到了仙灵星大气圈 帮母舰是停在了宇宙之中 雷射三人呢 是乘坐着小型飞船 直奔清伦尊者所在的那座山峰 很快 飞船降落 雷射三人是从飞船的上面 缓缓地走了下来 此时的清伦尊者 所在的山洞的洞口 一如既往的排成了长长一队 几百人是盘膝坐在地上 附近 还有不少的星系贵族 闭目养神 站到这山洞门口 雷射三人师看了一眼 这前面排的上百名的黑色级外卫贵族 轻轻地吐出四个袋来 都给我滚 身为高等贵族 诡写的最高干部 雷射等人在这敌目星域 那就是这么嚣张 实力 身份 地位 他们都有 自然完全不用给任何人面子 可这毕竟 他们这身份吧 有点太高 一般人不认识 这就算是星系贵族 见过最高干部的 也没几个 你们谁呀 这么拽 人群里头不少人是纷纷出声了 一见面就叫自己这些人滚 他以为他谁呀 要知道 这可是仙灵性 有清联尊者在这 就算是高等贵族来了 也得按照规矩 身份 那些都是无所谓的东西 雷射 是冲着身边的那位 两米五高的壮汉 轻轻一点头 仿佛是在说这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 刚红 清场 清场 在场这么多的黑色系外围贵族 这区区三个人 居然说清场 好 巨人一般的刚红是兴奋的 捏了捏拳头 之后嘴角 勾出了一次淡淡的冷笑 说道 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离开 五秒之后 我就要清场了 他说着就开始数起来 五 狂吧 到了这个时候 在场中人心里头 已经是隐隐觉得 这三人来头不小啊 不过 在仙灵星动手 只要是不死人 那就不算是罪官 所以 当即便有三名黑色系外围贵族 直接扑上去 攻向了刚红 算 面对三人的攻击 刚红甚至连躲都没躲 直接一拳迎上 他这拳头本来就无比巨大 在轰出去的时候 就这拳头上面迅速的覆盖了一层坚固的石层 这轰隆一声巨响 攻向他的三名黑色系外围贵族 直接的被轰飞出去 而这刚红呢 甚至连动都没动意思 这拳掌瞬间安静下来 这个叫刚红的人捐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那可是黑色系的外围贵族 还是三名 居然是 连他稍微动一下的资格也没有 算 刚红是开始继续数 这时候 在场众人想要离开 来不及了 因为刚红 已经是明显失去了耐心 他这黑黑的 凝笑了一声 之后这拳头握紧 再轰一声 轰在地面上 整个地面都是归离开的 这地面翻滚起来 以刚红为中心 无数的尸损 从底下 穿出来 一层一层的波纹是 过散出去 一击 直一击 整个山洞门口的所有 黑色级的外围贵族 全部是被刚红轰飞了 整个现场躺到了一片 在这地面上 哀声叹气的洗不来 这也就是 刚红没把事情闹得太大 不然现在 怕就是一地的尸体了 你还是这么没耐心呢 雷蛇是淡淡的说了一声 之后 再向山洞里面走去 走吧 去见见青鸾村者 看看 能不能得到什么 有用的信息 说着 三人这就进入山洞 等着雷蛇是 三人走了之后 外面那些外围贵族 全部都疯狂了 有些跑得快的 没受伤的 议论纷纷 老天爷知道什么人呢 这三个 这也太强了吧 一招 轻铲了 能力者 估计还是一个 识魂式的能力者 这简直太强了 就算是 能力者 怕谁机少有这么强的 这三个人 来头一定是不强 这时候 有些见多识广的 兴希贵族 终于是回过味来 猛的是惊呼的 最高干部 他们三个是高等贵族 会显的最高干部 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一听到 居然是高等贵族 会显的最高干部 这所有的人 彻底惊呆了 最高干 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啊 这 这 莫非 是有什么 大事发生 不能啊 那 那他们是 什么情况 我听说 最近 这最高干部 一般是只负责 捕杀那高等贵族的凶手 才会出现 那 他们出现在事 莫非是 有高等贵族 在这个星球 被杀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高等贵族 在仙灵星 被杀了 而在人群之中 江千雪是远远的看着 这个雷蛇三人 进入这山洞 轻轻的 叹了一口气 哎呀 这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 本来他是准备跟 洪德利逃亡的 不过因为父亲那边呢 要给他送魂石过来 所以 他只能是找一个秘密 门拖的地方 等待 这俗话说的好 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洪德利杀了马龙 他也在场 本来这件事 他是绝对脱不了干系 不过 如今他躲在这 反而会安全许多 毕竟 谁能想到 参与击杀高等贵族的同贩 会挤在人最多的地方 而且待在这 还有个好处 那就是他可以装作不知情 反正对方问他为什么 他就装作不知道就可以了 好歹也是兴席贵族 对方再如何 也不至于说 一上来就为难他 这点面子多少还是有的 山洞之中 雷蛇三人士静直向前 那很快 便见到一直待在这的 青鸾尊者 尊者你好 面对青鸾 雷蛇再如何拖打 也不敢施了理数 这事情紧要 在下插队先来 还请尊者海涵呢 他说着 冲青鸾是一点头 算是行归了理 客气 青鸾是淡淡的看了雷蛇一眼 想知道些什么问吧 能说的我自然会说 我不说的就不要再问 这青鸾毕竟是这宇宙间 顶级血统之一 实力是强大无比 他不愿意的事 谁敢说强求 人类之间怎么争斗 跟他没关系 不过这次 事关他的孩子 那就不一样了 明白 雷蛇在这事上 也没再坚持什么 只是问道 是谁杀了马龙 尊者 可否告知呢 不能 青鸾是摇头 那么凶手是否还在这个星球上面 雷蛇是又问道 目前还在 好 那么第三个问题 雷蛇这一次想了想 凶手的未来如何 能否透露 凶手的未来这一点 至关重要 敢杀掉马龙 而且八名护卫 全不死亡 这样的势力 不一般 一般来说呢 有大实力的人 往往都会有大智慧 面对这儿的对手 强如雷蛇三人 也不能说 太不把对方当回事 毕竟 鹰沟里头翻转 这可绝对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很抱歉 青鸾这一次依然摇头 这一点 依然是无可奉告 哦 为什么 一个杀人凶手尊者 莫非还要维护 关于这件事情 我不想说太多 青鸾是继续摇头 之后 缓缓的闭上脸睛 不再说话 好吧 那既然这样 再下告辞 雷蛇是再次的 从青鸾行了一礼 之后 转身离开 等三人走了之后 青鸾是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之后 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 居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青鸾是无奈的说道 大理这孩子 希望能闯过此劫吧 只可惜 他的未来我看不透 如果貌人出手 其反效果 就不好了 出了这个青鸾所在山洞 雷蛇是微微的 眯起了眼睛 看来这一次的事情 没这么简单 是啊 身高一米九 这浑身 蓝色鳞片皮肤 一双眼睛 呈金黄色的最高干部 林雅 点头说道 尊者这么说 看来这个凶手 好像是有点奇怪 我感觉 应该就是那个 红的力了 你们怎么看 估计就是那个什么 连创三十层 试炼塔的天才 红的力了 刚红是黑黑一笑 试炼塔三十层 那种小孩子的玩意儿 我一百年之前 就已经懒得去了 在这种地方 倒是被当成宝贝 也是 林压着哈哈大笑 我们十三最高干部 哪个不是当天 便创过 试炼塔三十层 而且一次不死的 这时候很奇怪 青鸾尊者 为什么要维护 这个红的力呢 他们莫非很熟 这很熟可是未必 现在 一切都还说不好 雷蛇是摸了摸下巴 之后 缓缓的说道 先调查调查再说吧 我总感觉 这次的事情 不简单 尤其是青鸾尊者 语言不详 再加上马龙太过好色 具体是谁杀了 现在还说不准 确实不能大意 说的没错 雷蛇是直接点头 既然这凶手还在这个星球上面 那就一切都好办 通知木剑 从现在开始 整个仙灵星只许进 不许出 走吧 咱们先去看看马龙的尸体再说 没错 林牙是捏了捏拳头 这尸体虽然不会说话 不过 却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 三人是直接登上飞船 前往马龙尸体所在的地方 按照这雷达上面的显示 那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之中 你们说 会不会是马龙倒霉 遇到了这个星球 超级强大的异兽 飞船上 林牙是忽然问道 如果是这个星球上的某些异兽 确实也是拥有杀掉马龙的实力的 不可能 就算是遇到那种等级利兽 他们怎么会连信息都发不出来 就全员被杀呢 雷蛇的表情是古井不拨的 陈生说道 行了 不要乱猜了 到了地方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问题 飞船的速度很快 没过多久 便到了马龙的尸体 被扔下的地方 三人是化作三道流光 直接从这飞船上跳下 降落到马龙等人的尸体旁边 此时他们已经死去多时了 原本意气风发的众人 此时尸骨一寒 就这血液都已经凝固 三人是仔细的查看着尸体 很快 雷蛇便开始做了最初的总监 从这伤口上来看 马龙是被一拳轰爆脑袋 还有两名星系贵族也是一样 其他的八名护卫 死因大多是被遗见 穿此心脏而死 不过这其中有些蹊跷 按照伤势来看 这八名护卫 先是被一拳打晕 之后才被杀掉的 八名护卫 全部是被一拳打晕的 林牙 刚红 全部都是愣住了 那可是行星五节 巅峰护卫 什么样的人 能一拳把他们全打晕呢 连传信的机会都没有 恒星姐开什么玩笑 在这个星球上面 怎么可能会有恒星姐 或许也可能是凶手 故意伪造现场 毕竟 我们也无法判断 这些权商是不是一个人所为 以及是在建商之前 还是在建商之后 雷蛇说的这个理由就很合理 凶手杀人之后 必然要布置现场 而且还有一点 转移尸体 把形势弄得更为复杂 而且这又不是马龙的死亡地点 周围没有血液 没有骨骼之类的 雷蛇又是补充着说道 这可就麻烦了 林牙这一次是真不知道 该怎么说才好了 毕竟 这仙灵星这么大 想要找到几个人的死亡现场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 大海捞针 就算科技在发的 那个想找到 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杀人现场 怎么找 雷蛇大哥 那接下来咱们 刚红这头脑相当简单 他一想 懒得动脑子想这种事 他交给自己的任务 很简单 雷蛇说谁是凶手 他就只管动手抓人就是 先不要着急 等我再看看 雷蛇这一次 大探查的非常仔细 返回飞窗上面 再拿下一个仪器 探测一会之后说道 这些人里面 马龙先死 这两个星系贵族后死 两人之间的死亡时间 相差大约是在十秒钟左右 这八名护卫死亡时间 相差不到五秒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几乎可以排除 这是一群人同时作案的可能 毕竟 就算配合再完美的一群人 也不可能在几秒钟之内 把这些护卫 全部击杀 叫他们连消息都传递不出去 那么按照这样的推测 就简单了 第一种可能 先是马龙惹怒了一个强者 之后 这强者杀掉马龙 身边一名用剑的高手 以及一个用拳的高手 杀掉了八名护卫 不过这么推测 也是有一个极大的破绽 那就是强者 如何绕过八名护卫 直接杀掉马龙的 这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马龙惹怒了一个强者 这个强者 直接轰杀了八名护卫 然后再杀掉马龙 和这两名星系贵族 不过这第二种可能 我感觉 希望不大 雷蛇说的这一点 林牙和刚鸿也全部都同意 毕竟如果这名强者 拥有瞬间秒杀八名护卫的实力 那他至少也得是恒星级 恒星级的强者在这个星球 林牙是惊讶 这也不大可能吧 我怎么也不相信 这个星球上面 会有隐藏的恒星级强者 我也是这么认为 刚鸿是点头赞同 恒星级 那几乎可以跟我们同等对话了 这样的人物 按理来说应该不至于这么冲动 恒星级的强者 达到这样强度的人 全迪姆星级才有多少 怎么可能会那么冲动 说动手就动手 看来这一次的任务挺麻烦的 雷蛇是摸着下巴 凶手这手固步一阵 相当的高明 不在死亡现场 身上的伤痕非常难以确定 偏偏无论怎么看 这凶手的实力都高得出奇 这样的家伙想要找出来 怕是没那么简单 雷蛇大哥 林牙是仔细的考虑了一会儿 忽然问道 那你说会不会是那个 红大力啊 如果按照拥有这样实力的人来计算 整个先灵星上边 怕也是没几个吧 红大力 以前我以为是他 现在想来 他的可能性偏偏并不大 还记得咱们之前得到的 青鸾尊者对红大力的评价吗 全迪姆星域排名前五 前面四人咱们都见过 实力确实很强 可是也没强到 能秒杀马龙的八名护卫的程度 他说的这点非常关键 对于连闯三十层试炼塔的超级天才 迪姆星域总部很早之前就派人来 青鸾志问过 得出的结论是 银河系这个排名第五 也就是说 前面的四人比他要强一点 可是前面那四名天才 雷蛇这些最高干部 可是都见过的 无论哪一个 也没有秒杀八名 行星五阶巅峰护卫的实力 说到这 雷蛇是最后确定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凶手 应该是隐藏了实力的超级强者 就算是他还没达到恒星级 至少 也是踏进恒星级门槛的强者 他身边的人 也拥有秒杀一到两名 行星五阶护卫的实力 隐藏实力的超级强者 并不少见 很多人都这样 平时呢 很是低调 只管自己修炼 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的大事 这样的人 知道的不多 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某名黑色级的外围贵族 平时隐藏实力 来这边呢 本来也是低调修炼 结果遇到马龙 要抢他女人 情急之下 马龙一行人将其杀死 这有可能 不过可能性不大 如果愿意成为黑色级 那肯定是愿意往上爬 有那么强的实力隐藏起来 不合情理 激情 林牙和刚红俩人都没说话 这现在怎么看 这事情好像都有点 出乎于自己的意料 不管那么多了 雷蛇最后是想了想 之后直接排板 沉声说道 把马龙死亡的消息 通知全新灵星 教授人全部都知道 高等贵族死亡 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是小事 我们要教授人都知道 杀害高等贵族的后果 开启悬赏 悬赏十亿的地墓币 只要谁能知道 杀害马龙的凶手 拿出确切的证据 这十亿地墓币 就归他 或就不信了 十亿地墓币的天价悬赏 还买不到一丁点的 有用作用 任何人 都有亲人朋友 只要是知道 这件事情的人 这样的天价悬赏面前 难保不会动心 只要知道具体是谁 我们就可以进行 下一步的计划 听雷蛇这么一说 林牙和钢红顿时笑着 点点头 十亿地墓币的天价悬赏 这样的诱惑 很少有人能够忍耐得住 那什么概念 毫不夸张的说 一个黑色及外围贵族的身件 怕是 也就是十亿的星系币 而地墓币 与星系币的兑换比例 就是一比五 换算下来 那就是五十亿的星系币 这绝对是一个天文的数字 而这样的天文数字 只是买一条消息 谁不动心 只要是提供消息 可以拿到五十亿的星系币 还不用担当任何风险 因为按照一项的规则 这线人的资料 可是都会保密的 有了钱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而不用拥有任何的危险 当一个富家翁 怎么看都是当一个 比刀口上填写的舞者 来得踏实 尤其是这件 已经足够花几辈子了 还花不完 这个 有句俗话说的好 人为才死 鸟为失望 在这样的天价悬赏面前 那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坐等消息了 蒙里头显 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林牙是黑黑笑的 确实 等出了消息 咱们再动手 刚红是一向不喜欢动脑子 能这样坐享其成 最好不过 黑色级外围贵族 那是可以获得相当大的财富 可是那些钱 能随便花吗 修炼一度 就好像是逆水行舟 成为黑色级 是不上的光荣 可是之后呢 星系贵族给你的钱 是叫你提升实力的 不是用来享受的 如果说你把钱全用在享受上 而本身实力没有提高 一旦被挑战成功降级 那属于你的就不再是你的 从高处向低处坠落 那种感觉没那么容易承受 所以无数的黑色级 到了这个层次之后 拿到钱 全部是用在提升实力上 买属性 什么属性宝石 花钱 买提升属性的草药 花钱 高等装备花钱 一切一切都要花钱 他们是可以出去 猎杀一手赚钱 可是这钱花起来容易 赚起来可就难了 一块十点宝性的属石 多少钱 七八万 极少成多是不假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万一遇到危险呢 猎杀技一手 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另一边 青鸾所在的山洞附近 这些 漩涡星以黑白及双料贵族 闯过试炼塔30层的销声者 坐在地面上 正在闭目沉思 从青鸾那获得的消息 他已经是融合了魂石 所以寻找魂石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是如何提升自己的实力 目前我的实力 已经是快要碰触到 恒星级的门槛 剩下的 就差在属性上面了 这心灵欣赏除了魂石之外 最贵重的 就是属性宝石 和提升属性的草药 如果说我能找到一点草药 或者魂石 对自己没用 也可以拿回去换钱 然后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只是等我的属性达到戒指 我就可以尝试成为恒星级 按照尊哲所说 恒星级入门阶段 需要全属性一千二 这个时候 可以修炼第四级的暗能 到时候属性 会有个飞跃 而我现在距离这个门槛 并不算太远 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 最需要的就是钱 只要是有了钱 能够提升属性 进入恒星级的门槛 到时候那什么 红蛋里我又有何局 天才又如何 谁又能比谁 差上多少 暗能逆点 共分为四个等级 低等级 聚能 第二等级 强能 第三等级 放能 银河系的天才利好空 就是修炼到这个阶段 暗能的最高等级 第四级 就是微能感能 这个阶段 可以感受到宇宙中 方圆百里之内的 一切暗能量 无论是进攻 防守 控制 全部都堪称是如鱼得水 而想要修炼这赶能 第一道门槛 就是全属性 超过一下二 这个属性也正是进入 恒星级入门阶段的门槛 一旦进入这门槛 那就可以修炼四级暗能 属性 将会有一个 极大的飞跃 直接突破两千 至于说 可以达到两千多少 那就得看个人的造化了 结果 萧胜哲正想到这儿 给忽然他的风衣上面 刷 全部出现了一道全级投影 那投影上面显示出来的信息 让萧胜哲是彻底的愣住了 什么 萧胜哲是死死的盯着 全级投影上面显示出来的信息 十亿的迪姆币 萧胜哲是呼吸都急促起来 以他的实力 心跳都有些过度的加快 十亿的迪姆币 那就是五十亿的星系币 这样的天价悬赏 高等贵族马龙大人被杀了 萧胜哲是惊胆 什么人有这么大胆子 不过这样也好 这简直就是天助我也 正愁没有好的来迁路子 居然是有这样的好事 只要是提供情报 就可以拿到十亿的迪姆币 而且还不用担心身份暴露 我这就去找 找 萧胜哲是火的站了起来 眼貌金光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的这个凶手 宇宙中贵族的风衣 那毕竟不只是装饰物 这风衣拥有很多的功能 除了说让这高等贵族 确定位置以外 传达些某些极为重要的东西 这是其中之一 十亿的迪姆币 这样的天价悬赏 还只是悬赏信息 谁不心动 既然是定下了目标 萧胜者这就出发 天价悬赏 整个仙灵星上面 所有的人全部都沸腾了 十亿的迪姆币 只要有了这笔钱 完全就可以前往迪姆星域 最大的星域黑市 在上面 买到无数的天才地宝 提升实力 一旦踏入恒星级的门槛 那可以得到的将会更多 的确 全仙灵系所有的人 都是沸腾起来 不只是外围贵族 甚至就连星系贵族 也都兴奋了 谁会嫌钱多呀 对吧 尤其是还不用承担什么风险 只要是提供消息 这钱就能拿到手 就好像是一瓢水 说啊 泼进这油锅之中 行动沸腾 所有得到这消息的人 全部开始行动 一时间 整个仙灵星上面 所有的人 全部都是满世界的找 这虽然仙灵星足够巨大 可这问题在于 这些舞者的行动 也是相当的迅速 熊妈和熊孩子 所在的山洞之中 洪大利等人走后不久 林小一便在这 李念威离开 毕竟 这个山洞虽然隐蔽 可以算是一个死胡同 一旦被发现 逃都没法逃 这离开山洞之后 林小一是在这 李念威 钻进了一片茂盛的 林底之中 有洪大利的动物的 好朋友称号 保护 林小一和李念威 是不会被这里面的 一手伤到的 他们现在最小注意的 就是人 脸是藏身进去不久 这熊妈的山洞 就被人发现了 怎么样 山洞里头有人吗 寻找线索的人问道 没有 里面就一大一小两只熊 其他没发现 什么特别的东西 另一人是回到 但就快继续到 脸当即的继续搜索 林小一和李念威 脸所在的树从之中 秉气静气 李念威最大的问题 在于他的实力 虽然说有洪大利 绝对是百分之一百的忠诚 问题在于 他在现实世界中 没能力 尤其是俩人现在 没穿代表身份的风衣 一旦被发现 绝对会被当成 可疑的人物 林威姐 你怎么样了 林小一是小时的问道 伤口很痒 应该是在又何之中吧 就是现在 我们要是被人发现 会很危险的 要是有魂师就好了 我的力量 最多只能对付 两名普通级的黑四季 要是实力稍微强一些 就不行了 他坐在这 忽然耳朵是动了一动 有人过来了 两个人 林小一和李念威对视力 同时想要找地方 更好地隐藏起来 隔着这儿 虽然足够偏僻 也没什么特别好的隐藏地点 正发愁的功夫呢 一只通体土黄色的兔子 一蹦一跳的 跑到李念威脚下 用这爪子 啪啪啪 挠了挠他 这谁 李念威是好奇啊 那兔子 挠完了李念威 边向这一棵大树跑去 俩是赶紧的跟上 很快就发现 那大树的树根处 有一个超级隐蔽的洞穴 这么好的隐藏地点 那还有什么需要说的 俩直接进去 这儿 沿好洞口 这儿只是一个普通的山洞 里面那并不大 不过两个人藏在这儿 倒是刚刚好 只是空气 稍微沉闷 小徒三窟啊 看样子这话 确实是没说错 俩是刚刚的隐藏好 那两个商业 边逐渐的接近 俩的对话事 传了回来 你去那边看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 我去这边 一人说道 不管找不找得到线索 都在这儿汇合 线索 李念威是赵梅说道 看来应该是找我们的 估计 是高等贵尊那边派来的人 弄得悬赏 在这仙灵星 所有的人全部都在修炼 隔着这个时候 确实有人满世界的找线索 那不用问 肯定是马龙被杀的消息 转开了 很快 那俩又跑了回来 一人是说道 怎么样 发现什么没有 另一人是说道 没发现什么 就是前面不远的地方 出现了好大的一群的 玄星金雕 那东西数量太多 我不敢过去 那快去 继续找 声音 渐渐远去 我终于是走了 灵小姨和李念威俩人 这才把心放下 其实真打起来 灵小姨倒是不怕 她怕的 就是暴露自己的位置 那样 敌人肯定会越打越多 到时候想跑都没机会了 还好 灵小姨是笑着 把那土黄色的兔子 抱在怀里头 微笑着说道 都会有你了 不然 我们还终于被发现了呢 小姨 李念威倒是从脸上 刚才这话里头吧 感觉出了一点什么 听出了一些其他的味道 刚才他们说 前面不远处 有成群的玄星金雕 还记得我们之前 在神罗主城那个 听李玄成说过的 容易出现浑石的特征吗 玄星金雕 灵小姨是仔细地想想 忽然笑道 念威姐 这玄星金雕 应该是金属性 要是真的成群出现 莫非是有浑石了 岂有可能 走 去那看看 玄小姨是双眼发亮 另一边 唐沐昕张仪 林初音和陆细法四人 往这边走 可恶 他们居然出玄赏 这么一来 咱们可就是四面楚歌了 唐沐昕是急的 脸都红了 目前这形势 看样子相当不乐观呢 陆细法人摸着下巴 十亿的迪牧币 这不是个小竹子 就算少主身边门当叛徒 那整个星球上所有的人 全部都找线索 也足够叫人郁闷的 现在估计所有人都在满世界的找了吧 那咱们怎么办 张黎一世找我几道 要不 我问问我干嘛 看看这仙灵星附近有没有重组 叫他们过来支援一下 叫重组过来支援 也亏得想得出来 不过这不怪他 这现在确实是没什么好主意 毕竟 这一次对方弄出天价悬赏 足以叫所有人眼红了 感动大力 全部杀光 林初音那可是一个 没什么感情的超级怪胎 如果说有人找洪德利麻烦 那在林初音的想法中 一切意图伤害洪德利的人 全部都要杀死 一个不留 杀人他可不会客气 杀是要杀 可是 问题是咱们现在实力不够啊 唐木星是皱眉想了想 随后说道 咱们目前最大的任务 就是去寻找魂事 这个是短期之内 可以叫我们实力大幅提升的 最好的办法了 确实如此 陆西把这点头 说道 那咱们这就赶紧去找去吧 对了 欣欣 你就不担心别人会告密啊 少主身边的人 会不会有背叛者出现 这个倒是不会 对于这一点 唐木星还是肯肯定的 大家都是诸身地球 谁会纯到 跑去告密 那不是害了自家的人吗 对吧 这倒是 陆西法是笑呵呵的 点了点头 这就是少主身边人的好处 对我很纯洁啊 很纯的 洪德利这边 洪德利六人组 正在满世界的寻找 以动物的好朋友称号的作用 在这仙灵星上 可谓是如鱼得水 没过多久 洪德利便通过动物 找到一个浑石 这是一个看上去 应该是昆虫类的战斗众浑石 这发现的地点呢 正是一大群活属性的杀人蜂 所在的潮雪 信息的提供着 是一只可爱的 这个松鼠模样的小一兽 看来这浑石也不难找嘛 洪德利是笑嘻嘻的说道 哎 叶姐姐 这送你吧 说着 直接把浑石扔过去 叶华云这边呢 正融合浑石呢 那边风衣上面 却同时出现了投影信息 我去 悬赏十亿寻找线索啊 看到这儿的信息 洪德利顿时瞪大眼睛 哎 这帮家伙真是够下稳钱的呀 我自己都有点心动了 是啊 他们确实猜得起初 李维斯这点头 光是这一个线索 就悬赏十亿的低务币 厉害 那里 那你有什么打算 血腰是淡淡的说道 除了这个悬赏 咱们肯定是要被列为怀疑对象的 最主要的是 这么一来 咱们就很被动 需要不断的逃亡 每一个黑白级双料贵族 都绝对是第一怀疑目标 尤其是我们 这是肯定的 嗯 你等我想一下 红的力是摸了摸下巴 十亿迪姆毕业 不是小数字 现在那帮家伙肯定是已经疯了 那这么说来 满世界都在找线索 那是肯定的 这么拖延时间倒是不错 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小一姐和念微姐会很危险 对于自己杀掉马龙的证据 其实红的力也不是太担心 瞬间秒杀八名马龙带来的护卫 以马龙的身份 那护卫能弱吗 有这么实力的人 可不是那么好推测的 自己就算是超级天才 可是轻易 也不会有人认为 他能秒杀八名护卫 另一个 他本来的计划 就是一旦确定自己 就是凶手 找过来的话 直接是以雷霆之势 杀掉对方 两种选择 无论如何 都是万无一失 可是现在对方 却提出悬赏 这就有些出乎于自己的意料 本来 这样对于拖延时间 极其有利 可是红的力这边 却是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就是林小姨和李年威俩人 他们俩 可是没穿外围贵族风衣的 当初 红的力计划的时候 也是算准了对方 不管会不会认定自己 就是凶手 都会来先找自己 只要他们敢来 他就敢杀 有这样的计划 林小姨和李年威 自然是不会有危险 结果 现在对方 却提出了悬赏 这么一来 万一他俩被人先发现呢 我改主意了 红的力又是仔细的 思考了一会儿 忽然黑黑笑道 既然对方主动送钱来 那么自然咱们也没必要客气 一听红的力这话 金顿时全部愣住了 红的力说对方是主动送钱过来 那他这意思岂不是说 一想到红的力的意思 简全部崩溃了 大哥 咱这是逃亡啊 大哥 你居然有这么疯狂的想法 看来你们已经都明白了 红的力是黑黑的笑了下来 没错 我打算自己举报自己 自己举报自己 那怕是宇宙亘古年间 打算有悬赏这个办法以来 图一次啊 有人会自己举报自己 不是少主 真打算这么做 李维瑟是惊讶到 自己举报自己 那高等贵族会计的最高干部 就很可能会马上过来 然后 然后 他只说了好几个 然后 然后就发现 这好像跟事先的计划 没什么出入啊 唯一不同的是 红的力 多了十亿低亩币 这么看起来这个办法 好像是不错啊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 果然 血腰是计算的 大家想 如果少主自己举报自己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 对方的最高干部 马上过来 这时候 以少主的势力 再加上我们从旁协助 应该是可以 将三名最高干部 直接击杀 这跟我们之前的计划吻合 第二个结果 就是三名最高干部不出手 反而继续宣战 先派炮灰过来 试探我们的势力 这一点 就比较麻烦 嗯 不过那样 也挺简单 红的力是笑嘻嘻的 一如既往的 没心没肺 不过这话里头的意思 就算是杀手出身的众人 也都是心里头发寒 来多少 咱们就杀多少 只要他们敢来 我就敢杀 而且这么一来呢 念微姐和林小一 也会变得很安全 毕竟 人们会直接把目光 锁定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 不会惹人注意 嘶 来多少杀多少 听到这话 李维斯等人这头发 差不多竖下来了 红的力平时是什么人 老好人一个 你骂他两句 他是甚至都懒得搭理你 但是这一次很明显 他是真的被逼急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更何况 是败下嘴红的力 他可不是兔子 不止不是兔子 他也很强 甚至强的 不像个花 而且红的力不是说了吗 这样 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集中到他们身上 大力团队里面的其他人 反而会很安全 毕竟你说凶手都出现了 那绝对是不会有人把视线 放到别人身上 那既然少主决定了 那就这样 几人是对视李延 之后 李维斯是问道 那少主打算派谁去举报啊 这个嘛 红的力士看了看几人 最后 目光是定格在克里斯蒂娜的身上 笑道 见面 对视频 那么之后 我会在这儿 看得比论 不像 大力士看了 看得比论 看得比论 也是 我会在这儿 看得比论